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三十四节 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 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 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 在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五到三十四节这里 耶稣教导我们不要为生活忧虑 二十五节之前的所以 表达了这一段与上一段之间的关系 就是因为我们不当钱财的奴隶 不追逐地上的财宝 所以在日常生活中的具体表现 就会是不忧虑 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先求 先原文的意思是首先第一的最重要的 求原文的意思是寻求 渴望 查考 深思的意思 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 要渴求神的国和他的义 他的旨意 把他们放在最重要的位置 这样的话 我们的衣食住行所需用的一切 他都会加给我们了 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 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 一天的难处 一天当就够了 忧虑 原文可以翻译成焦虑 无畏的担心 关切 耶稣叫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 并不是说我们不要为未来做计划和安排 而是说我们不要为着明天 为着将来 有无畏的担心 而是说我们不要为面心 感谢观看